如果不是因为大乔轰然倒塌 警察怎么也不会想到 在乔墩之中竟然埋着一具死人骨 死者失踪八年 女儿文小宇也找了八年 但比希望破灭更让他细思极恐的 是父亲是被人谋杀的 而那个凶手一直都在他的身边 这个男人名叫朱方正 文小宇的养父 也是大乔建造的负责人 假如父可以有段位 那他一定属于王者级别 八年前 朱方正一念沉默 狠心将其杀害 为了回尸灭迹 他策划了一场近乎完美的犯罪 首先用水泥将人埋在即将建成的桥墩 是一个几乎不可能被发现的谋杀地点 之后朱方正四处散布谣言 制造出死者畏罪浅逃的假象 而最绝的一招 他还主动提出收养死者的女儿 既能收买人心 又能掩盖罪行 于是在朱方正精心策划的谜局之下 整整八年时间从来没人怀疑到他的头上 即便大桥倒塌 他也能找到替死鬼垫背 把责任摘得一干二净 等风波过去 他依然是别人眼中的好丈夫 好养父 甚至大善人 但这世上真的存在完美犯罪吗 正如片中那座偷工减料的大桥 只要存在缝隙 就会有轰然倒塌的一天 即便朱方正七关算尽 他也万万没料到 八年前那晚 现场竟然还有一位目击者 他叫孟超 一个从外形到气质都脏兮兮的羞车少年 在死者的追悼会上 他找到小宇 为他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痛失至亲的女孩 心狠伪善的养父 以及仿佛一团迷雾的英语少年 三个人的命运 因为一座断桥彻底交织在了一起 而电影的名字也叫做断桥 由马思纯 王俊凯以及范伟共同主演 尽管故事因一场命案而起 但他并非一部常规意义上的犯罪悬疑篇 相比悬念和真相 他更想展现的 是人物在寻找或掩盖真相的过程中 那种暗流涌动的试探与较量 以及双向救赎的温暖和治愈 三位主演更是全员突破形象 就拿范伟老师来说 他之前演的角色大都是不怎么聪明 甚至有点缺根筋的小人物老好人 可在这部断桥里 反差感直接拉满 人前他是谦逊和蔼的人民公仆 点头哈腰向群众道歉 可一扭头表情瞬间转换 教科书级别的细节 把现场工作人员看得直冒冷汗 范伟老师也坦言 这是他表演生涯演过最狠的角色 这个狠不是面向上的 而是深入骨髓 不光要杀死最亲近的人 更要杀死自己心中残存的善念 因为角色的内心挣扎太过真实 范伟老师甚至在拍完一场凶杀戏后 凌晨三点还心悸不已 迟迟不能入睡 如果说范伟老师出演狠人 还在观众的预期之内 那么对于片中的新人演员 王俊凯来说 断桥里的他 则绝对算是一次 彻头彻尾的颠覆 这是王俊凯出道以来 尺度最大的一次表演 抽烟 喝酒 蹦迪 甚至还杀了人 在预告片出来之前 估计谁也不会想到 阳光帅气的王俊凯 会变成这副鬼样子 形象拉里拉遢 眼神警惕阴郁郁 就连跟他合作的范伟老师 第一天进组时 都心想这是哪里跑来的野孩子 当娱乐圈中的帅哥 开始自毁形象 往往透露着这样一个信号 他要在作品中发力 为了出演电影《断桥》 王俊凯提前四个月 就开始做准备 下通告后拼命健身 本来就很轻瘦的他 硬是捡了将近二十斤 只因为导演在介绍角色时 说了一句话 等王俊凯来到剧组 果然瘦成了一把刀子 但要想插进观众心里 他必须把身上的明星锋芒给磨去 没什么好的办法 只能把自己丢进 并不光鲜的真实生活里 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当吃瓜王友好奇 王俊凯怎么消失了的时候 他其实躲在四川的偏远小镇里 一点点把自己晒黑 连续五六天都不洗头 默默学习气修技术 总的来说就是无限接近角色的生活 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走进角色的内心 电影中的孟超并非一个容易驾驭的人物 他的身上背负着一段超越年龄的沉重往事 为了给姐姐报仇 他首任村霸逃亡到外地 每时每刻都活在惶恐里 这也意味着王俊凯要改造自己的性格 把不安全感填满内心 于是在影片花剧中 我们看到综艺里那个喜欢说笑的王俊凯不见了 而是始终处在沉默寡言 郁郁寡欢的状态 镜头里 他连吃碗面都要时刻观察四周 仿佛一直时刻警惕天敌的野猫 镜头外 他也变得小心翼翼 演得不满意 想要再来一条 表现得也像犯了错的孩子 外形上的改变 并不是王俊凯在这部电影里最大的突破 真正难能可贵的地方 是他完全将自己打碎重塑 感受孟超的挣扎和痛苦 因为入戏太深 以至于在杀青后很长一段时间 他都没能从角色走出来 从偶像转型演员 这条路其实并不容易 因为过度的关注 也意味着更加严苛的检验 不难看出来 这条路王俊凯走得很认真 也很坚决 论经验和资历 他还是个新人 还有成长和进步的空间 但至少在他身上 我们已经开始看到了一个演员该有的样子 到底什么样的气质 才能称得上是青春疼痛文学女主角 影后马思纯在很长一段时间 都被认为是这个类型里的天花板 镜头里的她 即便是笑 眼神中也会有悲伤的感觉 哭起来又带着一种破碎的美感 以及飞蛾扑火般的绝绝 这种气质成就了马思纯 但也限制了她的表演 直到遇到断桥中文小雨这个角色 让她彻底爆发了出来 这一次她要演绎的疼痛 跟青春爱情无关 而是一位失去父亲的女儿 在直面人性的阴暗后 更加痛彻心扉的撕裂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 导演李玉首先要打碎的 就是那层青春片的滤镜 他要求马思纯全程素颜表演 马思纯二话不说 连底妆都不打 即便脸上长透也完全不遮掩 只有当一位女演员丢掉了美的包袱 才能在镜头前 袒露出角色最真实的情感 拍摄过程中 马思纯有大量长镜头哭戏 因为实在太忘我 连隐形眼镜哭掉了 都毫无察觉 片中还有一场长达十分钟的哭戏 为了让自己进入情绪 他不停拉扯头发 坚持用冷水冲自己 马思纯想要呈现的 不单单是失去父亲的悲伤 更是想要洗刷掉 自己认贼作父的耻辱 电影中有场戏 是当文小雨得知 父亲身亡的真相后的反应 马思纯急性发挥 徒手掐灭了指尖的香烟 吓得王俊凯急忙阻止 这是演员把自己 彻底交给角色后 才会有的举动 这么做既是在自我惩罚 也是提醒自己 不要忘记自己的杀父之仇 为感受角色的真实痛感 马思纯甚至在拍摄动作戏时 都拒绝佩戴护具 膝盖刻出了一道道血痕 这种几乎自虐的方式 其实也是马思纯 想要突破自己的决心 他要打破之前的标签和枷锁 真正的跟角色合二为一 我就是要成为一个 大家并不认识的马思纯 才可以是真正的文小语 关注马思纯的人 其实都知道 拍摄电影的那段时间 他的心理状态并不好 既受到疾病困扰 又经历着事业上的迷茫 和外界的非议 文小语这个角色 反而让他找到情感上的出口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治愈 如果没有这个角色的话 我觉得我更懦弱一些 更自卑 演员的全情投入 会给角色带来生命 而角色的灵魂 你会反过来支撑演员 真如一部有血有肉的电影 不只是被消费的商品 也会给荧幕下的观众 带来力量和深思 影片断桥将在8月13号上映 希望每个人在看完电影后 也能试着去修复连接 自己心中的那座断桥